小人 你是不是忘了国际版 最近收到过很多这样子的评论 不是说不更新国际版 而是国际版的点赞量真的是太低了 兄弟们 就拿这些声明来说吧 我已经预感到了点赞的肯定非常的低 也是没有办法吧 今天的话也是来给大家带来一期安德版的主打的僵尸模组 这个模组呢不知道小人脱根了好久啊 现在的话也是终于出了正式版本了 其实的话早就出了 除了很多的僵尸以及植物 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生存玩法 这么说吧 这款模组呢是目前经验版上面最棒的主打的僵尸模组了 等等会儿 这个这个鸡贼僵尸 这小黑子 我做着是 现在以最简单的方式来给他介绍一下生存玩法 生存模式下可以收集阳光 找到代夫来给他兑换植物 代夫呢可以通过铜电来合成 所以说的话也是完全支持生存玩法 显然高级植物可以在生存模式下挖取宝石框 在兑换机里面进行兑换 挖出来的框还要放进熔络进去烧制 当然兑换机的话也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合成的 这就是生存玩法的简单介绍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看一下里面的物品 超级豌豆啊是一张金卡 它在战斗当中有几率开大好家� 说着说着他就开大了 这个火力真的是不给你们开玩笑啊 另外大家注意看 它的形态呢也会进行改变 真的是细节满满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叶绿素直接让他开大 好家伙 这个鸡贼将是个尔屁了这个鸡毛伞一地啊 甚至鸡贼将是还有一个技能放出小鸡啊 好家伙 这个小鸡都是中分头 正式版现在的话 感觉二爷是被加强了的 他的话可以直接秒杀掉这个西瓜 西瓜投手在命中敌人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粒子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呀 画面非常的精致 就狂暴的二爷伤害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两下就把西瓜给解决掉了 当然西瓜投手开大 它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甚至可以直接秒杀掉一群的二爷 正式版的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 无论是从剑末还是从细节来看 现在呢 僵尸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 有西部的 有埃及的 还有海盗的 等等等等 话说这海盗的这个头巾应该看起来挺自由啊 兄弟们 Boss肯定也是少不了 有一代的 也有二代的 做的呢也是相当的不错 对了 还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毁灭菇 毁灭菇的效果可以说是真的是毁天灭地啊 粒子效果太爆炸了 先生的话 今天也是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更多啊 更全面 更详细的东西呢 可以去安德作者那边看看 由于呢 最近的话也是快开学了 所以说先生的视频呢 尽量的话做的简短一点 那么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喜欢下期视频呢 别忘记关注 点赞 评论 分享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